龙门太极因为在佛山经过里的推动有十年 但是目前我知道还有其他的太极像陈氏、阳氏、赵氏 我没有练过他们的剑 但可能你会知道 我想听一下里 我们龙门太极跟其他太极有什么的一个明显的特色 我们的优点在哪里 谈到这个问题呢 首先要搞明白 我们的太极是按照皇帝内经 来要求的 首先和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性是分不开的 我们龙门太极拳呢 想想我们龙门太极拳的要求呢 是松、静、手、息、缓 首先要全身放松 调整呼吸、调整心态 练太极拳的时候呢 首先要求做到耳不旁观、心不凡乱 耳不旁听、静在胜 身不妄动、身自端 呼吸的叫随息自然 和其他太极拳的有一个区别 像国家套路吧 讲究的是开息合呼 我们讲究的是随息自然 为什么这么讲呢 请问在座的各位 你走了一百步 你换了吸了几口气、呼了几口气 谁知道 那练你的太极拳 就要达到这个目的 不止不觉当中 开始行拳 就是动作和呼吸两相望 自然融为一个整体 这样呢 打完太极拳呢 你不至于呼吸急促 才能呼吸平和 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的太极拳呢 和其他太极拳、五大太极拳的区别 还有一点 比如说城市 讲究的是蝉死坍斗 国家套路 讲究的是端庄沉稳 龙门太极拳讲什么 和他们不一样 悬崖凝度 摩擦两圣 为什么呢 道家把五脏称为五行 水木金花土 比如说肝输木 圣输水 胃输土 皮胃输土 肺输筋 心输火 那么五行要合合 身体才能健康 对不对 那么在练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求摩擦两圣 圣足骨那气 圣强 圣子强 为什么呢 你肥沃的黄土地 还是红土地 还是黑土地 那可不顶用 我把海水给你浇上 你还能长出好庄家吗 可以的 所以我们正本清源 从水开始 条理圣脏 悬崖凝度 把圣脏的 不好的东西 挤出体外 排除出去 这样呢 才能有利于 干裂的清泉 浇在肥沃的土地上 才能长出干 苍天的大树 干才能造出 良好美好的血液 通过肺的推动 术步于心 通过心的动力 术步于全身 滋润着五脏 我们的生命 才能延长 身体才能健康 这个比较太清楚了 你们说 没签 没签 词